大家好,我是懒妹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鸡腿的懒人做法 吃起来多汁又鲜嫩 一起学做起来吧 在鸡腿的表面划上几刀,便于入味 放入大碗当中备用 加入自己擀碎的黑胡椒 接下来加一点油 倒入一点料酒 随后倒入两勺量的生抽 再加一点盐 放入几片姜和蒜片,抓拌均匀 让鸡腿充分的吸收酱汁 抓拌均匀之后 将鸡腿放在碗中腌制15-20分钟 中途我们可以给鸡腿来翻翻面 烤盘先铺上一层锡箔纸 再铺上一层小葱段 最后就放上腌制好的鸡腿 将烤盘放入烤箱当中 用中层上下火230度烤20-25分钟 等鸡腿表皮烤到焦黄焦黄 就可以取出来开吃了 这个黑椒烤鸡腿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皮是酥酥的 里面的肉又吸收了黑胡椒的香味 真的是太美味了哟 然后签字一会咨说